夜市是佛经上的术语 就是有情流转之根本事也 依根本无名而依辱之真心 出生动作之恋者大胜起心论也 一者名为夜市为无名利不觉心动故 这个夜市在佛经上 在佛法的修学上非常重要 我们一般讲叫 七后来先做主公 这就指我们的阿赖夜市 我们名的时候是用八识五十一个新手 悟的时候转八识成四字菩提 八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莫拉阿赖夜市 这叫八识 那么一般都是指什么 眼耳鼻舌身 这前五识 那第六识呢 我们叫做眼耳鼻舌身意 意识 那么第七识呢 我们称为莫拉 第八识叫阿赖夜市 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探讨 那么这个夜市我们在以前也有讨论过 那今天呢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威士学角度来探讨这个夜市 非常重要 这个夜市搞懂了 说因为你也搞懂 那个气候来先做主公 气候就是人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寿命到的时候 寿命中的时候 最后离开的就是那个 我们一般讲的 就是那个阿赖夜市 就是那个夜市要离开了 那要来投胎之前 在父母亲 在父母亲行作公之礼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在旁边等了 就是夜色已经在旁边等了 一般民间俗话讲叫灵魂 佛家不讲灵魂 佛家讲神事 讲夜事 讲阿赖也事 明的时候叫神事 叫夜事 物的时候叫灵性 那一般都会习惯比喻成灵魂 灵性 老法师说灵魂灵不灵 他说其实不叫灵魂 他说那个民间讲灵魂有一点点矛盾 他说如果灵魂是灵的话 那个魂如果是灵的话 他为什么还脱错胎呢 他为什么还跑到三个道去呢 他说为什么会一到人间来以后 就迷惘我不知呢 所以老法师说那个不灵 应该叫迷魂才对 这叫迷魂 不叫灵魂 但是灵的话他不会灵得很清楚啊 所以我们来探讨这个夜事 我因为讲了这一集以后 有提到这个夜事 那学人呢 今天刚好在新了这个夜事这一段以后 有所领悟 我也写了一首祭诵要供应大家 叫夜事诵 那我们说 维术学里面有讲八事归己诵 为事三时诵 莫写呢 这个 财书写浅 那么没有修行的功夫呢 我也来供养一首夜事诵 来 这个 解释呢 这个夜事对我们 多么个重要 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红的呢 你说这一盆花 是红花 还是绿花 你为什么知道这个是红的 这个是蓝呢 因为向来一贯的知识 除尘里面 你的阿赖耶事里面 告诉你 这个是红色的 这个是蓝色的 你要是跟一只狗跟他讲说 这是红色的 不知道 但是狗也有决心 国也有决心 但是对我们人来说呢 为什么你知道是红的 知道是蓝的呢 因为向来一贯的知识 除尘阿赖耶事里面 你有这个种子在 这个颜色 这被定名为红色的 知识 认识 记忆 都属于脑的作用 都是属于脑的作用 因此脑的作用 可以说也就是事 其实是事的作用 如果是脑 这个是方便说 如果是脑 人死掉的时候 这个事到哪去 所以还是事的作用 事的作用 颜耳鼻舌身五事必定是以外缘 我们知道 颜有四种 青衣连 所缘缘 无间连 增上缘 这四种 所以颜耳鼻舌身五事 前面这五根的五事 必定是要以外缘 外境的接触 后产生的 你眼睛一定要见到美色 他就会起 这个 眼见 这个 见性就会起作用 第一恋是见性起作用 但是 这个阿赖耶诗里面 这个阿易亲子 一跑出来以后 生起贪爱 就变成眼事 那就变 这个眼见色就变成眼事 所以必定是以外缘 外境接触 后产生的 此五事 自身单独并不能产生任何功能 这句话记得 这颜耳鼻舌身 自身单独并不能产生任何的功能 所以为什么 维世学里面讲说 到出地菩萨的时候 到出地菩萨的时候 第一次转成下品的妙观察制 第七次转成下品的平等性制 到八地的时候 第六次转成中品的妙观察制 第七次转成中品的平等性制 到实地满新的时候 第六次转成上品的妙观察制 第七次转成上品的平等性制 第八次阿赖也是转成大元进制 那前五次变成成手作制 所以这个五次要到什么时候 这五次你要到有智慧的时候 要到转世成制的时候 平常你这个五次 前面这五次 它自身单独并不能产生任何功能 必须以第六次意识分别 才能产生作用 所以前五次以第六次为所依 它是依第六次的分别而起作用 因此我们将它以第六次合并 共同称为前六次 前六次 第二是第六意识自身 并不一定需要通过五官 使能够运作 它具有单独运作的能力 称为独头意识 这是维世学里面的名词 叫独头意识 例如有三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 梦中 梦中你眼睛已经闭起来了 你耳朵也没有再起作用 你鼻子跟嘴巴也没有起作用 身体躺在床上也没有怎么样 这五根全部都没有起作用 但是你还是会做梦 为什么你的第六次独头意识 在做梦和当前的外界 外境并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你梦中还是会起作用 这就是什么 第六意识自身 不一定要需要通过五官才能运作 它可以单独运作 这个叫做独头意识 独头意识 它是水意 意识的单独运作 名为梦中独头意识 那么第二点 精神疾病 现在很多这种精神疾病 精神异常的人 精神错乱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也常见到这种民众 精神疾病 精神错乱 一名精神错乱者 自以为他听见什么 我就见过一位连有的儿子来找我 他说有人要暗杀他 他明明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常人 在讲堂这边跟我对谈 谈了半天 我还是告诉他说 你这个完全是 你的独头意识 你的意识 你自己在起作用 有些人是会严重 会怎么样 会幻听 会幻听的现象 我在佛罗基金也碰见 有一个年轻人是这样 还是我们这边政治大学毕业的 他去听我讲地藏经营完以后 地藏经营完了以后 陪着我走一段路 他说老师 有人要追杀我 我说谁要追杀你 他说那些开色情 营业的那些黑道人物 派的人在跟踪我 我说在哪里 我刚好走在 活动家基金会的那个走廊上 外面停了很多汽车 也很多汽车来来往往 他就跟我讲 那个黑道坐在那个汽车里面 坐在监视我 我到哪他都知道 我说没有啊 汽车里面没有坐廊 他说有 他们要暗杀我 就是精神错乱现象 精神疾病 他自以为听 他说他常常听到有人要暗杀他 自以为听见什么 看见什么 像我刚刚讲那个连流 他的儿子 我后来追究他的 盐你为什么这样 他以前是贩毒的 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他现在回来台湾 搞科技行业赚很多钱 他有时候正常 就会做这些生意 有时候不正常的时候 精神一错乱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做生意了 他就是这些患毒集团的 这个手脑在追杀他 就这里讲的 他自以为听见什么 看见什么 但实际上 五官并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意识混乱之后 所产生的虚妄幻象幻听 所以后来我跟那个连流的儿子 跟那个连流讲一句话 我说你儿子以前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因为被不良分子所诱惑 曾经参与贩毒 我说那个是非常严重的因果 那是业力在起作用 你让人家吸毒以后 就精神错乱 完全没办法自己做主 你现在就是遭受这种果报 完全精神错乱 自己不能做主 所产生的虚妄幻象幻听 曾经有一位佛门弟子 他依止一位和尚 那个和尚现在已经远及了 那么这个和尚就讲出这句话 这个故事出来 这个案例 有一次那个和尚就说了 所以那个和尚已经在休息了 那么他一个弟子 充充忙忙就要来 要来见他的师父 那位弟子自己本身 并不知道已经陷入精神仿佛中 这个很多 老和尚回到台湾奖金 有一次我当他的副法 金虹老法师到佛罗教基金会 三楼 老和尚回到台湾 到佛罗教基金会三楼奖金 开市 那我就是担任副法的工作 陪师父上的人坐电梯下来 到电梯门口 电梯门口也被老菩萨堵着 马路旁边又有一位老菩萨堵着老和尚 那么第一个堵住老和尚 这位老菩萨就跟老和尚说 跟老和尚说老和尚他也是练佛人老参 老和尚我都有人跟我讲话 老和尚说你阿弥陀佛 谁跟你讲话 然后老和尚就跟他讲 我不会治病 你不要求我 那这没办法 这就是精神错乱 就幻听幻想 那另外走到 到这个门口要搭车的时候了 又有一个老菩萨过来 跟老和尚说 老和尚我们那个会长是谋 那老和尚说你自己找新谋 怎么是你会长是谋 所以这个刚才我讲说这个和尚 他已经要救勤了 他那个弟子呢 也是在精神仿佛中呢 匆匆忙忙到这个师父的疗房 那像这位和尚的侍者呢 要锁起这位和尚房门的钥匙 那侍者就 就 就起来跟他讲了 师父已经安板休息了 这位 这位精神仿佛的这个师姐呢 就就回答说了 很很荒急的说了 你赶快去 你赶快去 叔有病 病得急重 现在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因为啊 这位居士在仿佛中呢 他的耳朵昏明的 听到有人告诉他 叔父重病了 快要死了 这叫什么 这是幻听 听到 他听得很清楚 有人告诉他说 叔父重病 叔父快要死了 现在很多人有这种病 是蛮严重的 那 以是这位居士呢 就 黄急的 赶过来崩伤 他的确有听到 但事实上 以他的耳根 耳朵没有关系 是脑的作用 狂乱独头意识的幻觉 这个啊 是什么 是狂乱独头意识的幻觉 这是第2种 这是第2种